花蓮憲議會第十九屆第七次定期會上午開議 議讀會如以往議員全無異議 把憲府這次所送的23案全數送交給各個小組來審查 接著臨時動議時議員們針對花蓮一個多月來嚴重的疫情 也紛紛發言表示關心 早上會議現在開始 勞秘書長各位局處首長 本會陳秘書長各位議員各位媒體大家早 今天上午是花蓮憲議會第十九屆第七次定期大會 今天議程是一讀會 現在照醫師日程來進行 各位議員 那個縣府提案總共是23案 照往例交付小組審議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好那完成一讀 議員對於縣衛生局與全縣 醫護人員防疫的辛勞表達肯定 但是對於被居隔及確診者打電話給衛生局 但是經常打不進去或者是沒人接聽 希望衛生局能夠增加接聽防疫專線的人手 建議花蓮憲政策應該要從中部門就是花蓮的各個機關各個學校 就是請所有的相關的人員優先的趕快的盡快的來把這個LAC來下盤 那因為要達到這樣的一個覆蓋與盤蓋量 我想這個LAC的功效才會產生 都沒有辦法能夠購買到 那想想那各學校的老師都在提醒跟學員都接觸 那他們都有快猜 是不是教育處針對我們的老師 真的都跟學生都接觸 是不是這個快猜請教特別來提供 衛生局長朱家翔針對花蓮目前的疫情向一回報告 衛生局長認為疫情的最高點會落在5月中到5月底 之後確診數才會緩緩減少 預計7月底才能夠恢復正常 那我想在中央疫情指揮中間對於整個疫情的預定 它的策略是非常的明確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共存跟減災 那共存跟減災跟清零 它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思維跟方向跟策略 所以如果說還在拿這個清零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會使得我們在策略的泥地上會有很多落差 甚至做法上會有很多不同 朱家翔還表示 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數據 確診者中99.72%為無症狀或輕症 中症是千分之2.5 重症只有萬分之3 所以新冠肺炎已與一般流感相似 甚至低於流感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道